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冰分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冰分娱乐现在开始 看了我的时代和我二的纪录片 才知道王一博不红才是梅片里 我的时代和我二迎接来了青年演员 歌手舞者摩托车手王一博 23岁的他 过着与同龄人不同的生活 高强度的工作 让他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但对于热爱的是他从不妥协 选择了突破才有无限可能 王一博受伤做何词共振 本热搜不是卖惨 是这样的机会向我们展示真实的自己 受伤已经过去半年多 从没听他说过 不卖惨 真实能吃苦默默努力 清醒 转业技能强大 试问这样的人谁不喜欢 如果不是这个纪录片 大家都不会知道 所以不要戴有色眼镜了解一个人 这下有色眼镜 你看这个世界会美好很多 这是属于我们和王一博的时代 低调 谦逊努力 不焦不燥 不卑不亢 不红才是真的梅片里 敢于突破自己 需要无比强大的意志 天赋 自信 勇气 王一博的成功并不知道偶然 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你的汗水换来了你的标签 舞者歌手 摩托车手 演员 我的时代 我的时代和我二中王一博受伤后 去医院做核瓷共诊 真的太让人心疼了 戏品纪录片中的每句话 都让人越来越爱这个大男孩了 热爱是不顾一切做到最好 全力以赴看尽每一处风景 摩托旅程中的风景 舞台上一片绿海的风景 每一片风景都是你爱的样子 奔赴热爱 比例前行 这多面人生我们一起陪你在成长之路上不断蜕变 纪录片分为三节 开篇关于摩托 很平淡地讲述自己的爱好 平时没有话 但原则上的问题会致败地表达出来 第二节是舞蹈 没有怎么写期间的辛苦努力 只是表达了一种热爱的态度 与对完美艺术的自我追求 第三篇是演员 拍摄冰与火 生日的当天 一个简短的片段 不煽情 很朴素 只是做着自己的工作 把爱好变成自己的工作 选择片段的分布上 也很能显示他自己的想法 现在他的话越来越少 网上的留言越来越多 不必理会 时间要放在爱人和事上 我们都要变得很好更好 跨圈跨界难吗 难吧 毕竟很多前辈都亲身体会了 更是用精力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有多艰难 然而他跨圈跨界仅仅只是因为自己喜欢 仅仅只是因为我喜欢的事 就要去做 这个过程 无论是是简单顺利 还是坎坷不平 依旧还是坚持下去 因为他想证明自己 用实力证明自己 不是有句话说 在绝对实力面前 一切阴谋怪论都不值一谈 大概他深知这点吧 本次表示 纪录片才是了解一个人的真正方式 我感觉我好像又有一点点摸到那个 把自己隐藏起来的真正的王一博了 很难想象我们都错过了多少他的努力 与他的伤痛 他只把光线的王一博赠予我们 是我们的幸运 他不想向大众展示他的脆弱 他说他能吃苦 他只想把最好的结果呈现给所有人 无论发生什么都无法改变他的全情热爱 真的愿这份吃热不被辜负 最好的王一博 看完一博的纪录片以后 其实很平静 淡化了面心的情节 看到的更多的是他的努力 他的坚持 他对热爱的极致奔赴 一年里有失败也有成功 有失去也有所得 总归都会成为成长的养料 王一博会越来越好 他已经越来越好 期待一博带波聚冰与火 风起洛阳 维和防暴队 也期待街五四的王队长 燃炸全场 伟大真诚导演揭秘幕后故事 王一博激动落泪 最真诚的最动人 虽不善言谈 但心思续拟 将所有的美好都好好珍藏 每一句话都置地有声般的油分量 说到就做到 虽不争不强 但每一次都靠着真正切切的实力 和实实在在的成绩脱颖而出 这就是王一博 从不废话 只用实力和事实说话 众所周知 王一博很少将自己的心路一成展现出来 不管是荣耀还是施力 他都独自消化 默默承受 由此便有了大众对他人狠话不多的评价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 那些出自别人之口的 有关于他的直言片语 就显得格外的真知可贵 在揭秘庆祝建党百年文艺演出 伟大征程幕后故事的节目里 晚会的副总导演也爆料了有关王一博的幕后小故事 观众可能看不到 王一博在演唱领航时激动落泪 少年人的真心绝不参甲 体现在戏之末节总有人会看到 排练时 本就擅长跳舞的他 仍一遍遍和编导打磨舞蹈 王一博是一个有天赋的人 这一点无庸置疑 但在这个天赋下他并没有懈怠 没有就此沾沾自喜 而是仍然以最高标准高要求自己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别人口中的王一博 一如既往的真实 真心热血赤诚 让人骄傲 无独有偶 最近王一博 我的时代和我二纪录片正式上线 短短40分钟 真实的还原了一个纯粹坚持热爱 坚定大步向前的全能斜杠青年 同时也从身边人的角度了解到 王一博为他热爱的事情 所付出的热忱和努力 远比我们感知的要多得多得多 摩托车教练毫不吝啬的赞美 他很聪明 也爆料了他曾经的摔车细节 摔出去30多米 车都摔烂了 但他自己站起来胆胆说没事了 如此拼命 也只有一句我只是想把自己做的好一点 我不是来玩的 我是真的想玩好的 23岁生日那天被导演安排完成一场重头戏 监视器这边的工作人员善然泪下 傅东宇导演也是一脸赞赏 这就是天赋 看过这一段之后才真正体会到 傅导如今的逢皮必夸 是有多么发自信心的欣赏和认可啊 最后想说 如果说粉丝的赞美是隔着网络 又带着绝对的主观偏爱 那么这些生活工作中真正接触过的人 他们眼中映射出来的王一博 绝对足够真实 足够真实 出发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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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